所以佛门之中长得决心灵明 大决的灵明 那不是世间语言 那是真正归家以后 你一年之间看到出是 决体的根本信德的作用 那你也亲近 然后你将来绝对要相信 信守顾 信守顾 自然能成就用 就能够成就大用 什么叫成就大用 就是你将来就用得到它 用得到它就是什么 就是华言经长的柱 柱心现前 你念的之间 你就是在这个上面去体会的 虽然不能讲到行 不能讲到回向 那最少你看到柱 柱心现前了 那我们修行人民 一直体会不出什么叫柱心现前 这一生有很多东西都白来 那你说我每天诵经念佛 有没有功德 有 无量节后 必有善根 那无量节前 节前现在在下一生呢 你搞不好又碰到恶业 恶业现前 使你又是流转 那个也 对吧 势力也强了 那将来心中又有善根呢 那你怎么知道 下一生中搞不好恶业流转 那恶业流转 搞不好恶业心强 恶业就是业力强者前 那你在流转多少无量节后 突然有一天心发善根 那个善根哪里来的 过去无量无量无量节前 你中了那个阴队 有 有 因为功不堂举 有 那你要流浪多时啊 你要流浪多久 每一个人都怕流浪 每一个人怕流浪 你却用在流浪的心在怕流浪 不是还更增上流浪吗 更增加流浪吗 你既然是怕流浪 你就应该知道 当下就要归家 什么叫当下归家 我觉得流浪那个绝是谁 当下就在你怕流浪 这一句话之中 你就应该直下就要跟上归途嘛 直下就要坚决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熟悉 让自己懂得踏上归途 那才叫做做决定心人 不然你们对于都知道 其实大家也慢慢能够解释 只要忘记决 就是流浪嘛 决心现前就是成 我刚刚不跟你讲吗 成就具足什么法 在华恩经中有很多问句 佛是什么 成是什么 终身业力是什么 成是什么法 就是一些终身业力 轮回流转流浪 妄想 就是这种业力啊 就像镜子照射之时 镜色是什么业力 就是虚狂妄想 流转视力 一直随大家走 但是镜色 这么样强烈的业力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都是尽性啊 因为它不能够现出 镜色如是强烈的种种表象 那也不叫镜子 所以镜子现黑之时 那整体的黑 就是清清楚楚 这种强烈的感受的黑 那不能够现出 强烈感受的黑 不能够具体 具体就是强烈 不能够具体现黑 那不叫镜子 可是它就明明是 尽性中的具体 它根本就是趁现所现的 你在感受之中的那种赤胜盎然 你却躲在赤胜盎然之中 暧昧了如是觉醒 不叫真可怜悯吗 所以中间才叫什么 虚妄如是 所以叫妄觉 所以叫做妄业 妄 就是妄在这里 你将来回头 你还要认那个业 将来回头 你还要担当 觉醒一定能现 急燃 赤热的那种黑 为什么 就像你站在镜体上 你当然知道 镜色现前时 你当然任其发挥 为什么任其发挥 任其发挥不是真的 还有个镜色 因为你知道 根本一体是镜 一体是镜 方便名字叫镜色时 不过就是镜子的镜性 发挥而已 当然叫任其发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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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